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语音计算学院,我是西瓜田老师 好,下面我们就来去开发一个MySQL的插件 将我们的Playbook的内容写到MySQL中 那么知道,要把内容写到MySQL里边呢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库和一个表,好吧 好,那么创建一个库,那这个语句就在这儿,好吧 好,那如果不存在,我们就创建它 那个库名呢,就按默认的 好,我们一会儿就填默认值,就填这个就行了 就Asable,好,指定一下它的默认字符集,以及排序规则 好,那接着呢,我们来说,要给用户授权 那给这个库的所有表进行授权 给谁授权呢,给这个Asable用户 用户也是Asable,那来源地址可以是任何地方 好,我们授权成功之后呢,下面我们创建表 那创建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存几个字段 我想,ID是主件自登,这个肯定没问题吧 然后呢,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应该记录一下 当时是谁在执行这个Asable,对吧 当时这个执行Asable的用户啊 也就是当前这个登录 Asable主控机器的这个用户 这个用户,你是不是要干什么 要获取一下,对吧 你要记录一下这个字段,就谁执行了 这条命令,这个Asable Playbook或者AdHawk,这是谁执行的 那么要记录一下 之后呢,我们要记录一下主机 就是说被控机器的主机要记录 之后呢,Category就是什么 这个类型 是不是要记录一下 比如说你是OK的 按什么不可答的 还是什么错误的 还有,那这个随道呢 就是数据结果了 那个Json数据 OK吗 还有CreateTime 就是你什么时候执行的 就是这个数据什么时候存库的 我们记录一下,对不对 然后注意在这张 Int,ID肯定是Int 这个User呢,就是Wachar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呢 就是改这个Wachar的这个数量就行了 这边写了16位 主机呢,我这边写了32 好吗 这个类型呢,11 那因为我看了最长就是11 这个类型 最长就是11个 我就所谓定义这个 好吧 还有Redout 我们应该使用什么 Tags的这种类型 因为我们的返回结果 是不是可长可短呀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 对吧 多的话肯定也没法数的 我们呢,直接用Tags的进去存就行了 也不用制定什么 到底可以存多少字符 直接用这个就行 OK吧 把那个结果整体存到这 当时你取的时候干什么 你取出来 它其实一个接层格式 你再用Python Python或者其他语言呢 处理一下就行了 好吧 好 那这个时间 我们是用DataTime 有日期 有什么 就是年月日和十分秒都有 并且呢 我们这些一般都不允许为空 不允许为空 那这个数据 这个允许为空 那考虑了有可能会出现错误 它都没有数据 我当时只是这样想了一下 那如果实践中 确实没有这种现象了 你也应该给它置为什么 not new 就是说不允许为空 好 那这里边 而二外的要说一下这个 CurrentTimeStripe 那就是这个默认值 有默认值的 就是我们这个呢 字段不用传值的时候 它就自动记录当前的时间 OK吧 好 那这个创表语句就在这创的 好吧 就这个 这是表明 咱这里就不用说太多了 对吧 然后呢 主要是CreateTime 这个呢 说一下 DataTime类型 然后呢 不能为空 然后呢 默认值写上一个字 就K了 最后这里不能有多少啊 再次强调 这种写个封号 就创建就行了 OK吧 好 那这边呢 我是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明称 就按照默认值去 一会我们填选项的时候呢 写个默认值就写它就行 就是这个结果啊 OK吧 好 那现在呢 来继续说 创建完这数据库之后呢 我们准备就开始 变写插件了 OK吧 好 那这个 这次课呢 就先剪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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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